歡迎各位益友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在今天凌晨2點 武漢市宣佈了將會在今早10點 關閉機場 高鐵站 火車站 以及長途汽車站 而市內的公共交通運輸亦會停運 於是乎不少武漢市裏頭的人 趕著乘搭尾班車和尾班機 趕著逃離武漢 甚至乎出現了一個家長 將自己的子女遺留在機場 自己選擇逃亡的故事 現在我們一齊看看到底武漢封城以後 現在發生甚麼事 首先就是目前遺留在武漢市民 開始去超級市場 搶購商品 目前已經搶購一空 而且不少超市在法國爛財 將物價抬升到驚人的地步 首先看看武漢超市 竟然一棵大白菜 加價到51.5 一袋五個番茄 52.5 一包碗豆 32.5 而在家樂福 一袋鮮茶樹菇 更加索價 210元 所有超市都在開天撒 不過武漢市民就不能落地還錢 不少市內的居民面對著這個苦況 都走上微博 掃苦 比如說這個 沒有一火超新星會永恆 他怎麼說 他就說 超市的存貨都搶光了 和民 Mitha Truman 家裡屯糧嚴重不足 真是真是 在等死 即是說到非常悲情 實情在微博上有不少類似的留言 都是在慎 自己家裡的儲糧不足 以及沒有辦法去到超市 搶購的食品 除了食品遭到搶購以外 原來加油站都是大排長龍 為什麼 因爲要趕及在高速公路封閉以前 就是逃離武漢 當然首要的條件 就是先要有一部私家車 比如說這個微博帳號橙皇橙空 作了一個見證 他就說 武漢仍然有人傳搖 加油站會封站斷油 導致多處加油站排隊加油 甚至乎有司機因此產生糾紛 發生舞鬥事件 即是打起上來 而且他是一個時貧真是有些車主 落車為了站排隊 可能有人打尖的關係 打起上來亂作一團 除此之外還有一個微博帳號叫做未緣的不代族 他又作出了一個見證 他怎麼說呢 他就說 武漢封城的第一天 買口罩要打架 買菜要打架 汽車加油得得打架 這是怎麼了 好好的大武漢怎麼變成這個模樣了 原來不單是汽車加油要打架 買菜買口罩都會有人打架 到底他們是不是真的爭得那麼厲害 另一個朱麗花匯就說 封城可以理解 為了更大的平安 但是欺騙的人發過爛齊 他就說這間黑心超市 就叫做武漢超市 剛才我提過 他就說 封城兩個小時都不到 物價就在那裡瞎說 亂搞 亂抬價 武漢的政府部門都在堅守崗位 麻煩各位武漢的相關領導 就要管一下武漢的物價 只不過這條微博貼文 附上的幾張照片 都是拍著這個超市裡頭 空撩撩的貨架 就算物價抬得多高 所有貨品都是全數孤稱 搶購一空 除了這個人外 還有另一個微博帳號叫做77ma25 他就說 回到家樓下 發現樓上一家四口都在車旁整理物資 先頭就以為他們跟我們一樣都是採購回來 一問 準備出場 討厭一點 他們的舉動就使得我對於未來充滿更多的不確定性 怎麼辦呢 我們又走 趁現在高速公路未封 這個念頭也是轉了一轉 我們去哪裏 哪裏會歡迎你 這裏是我們的家 哪裏都沒有家裏那麼舒服和自在 我們如 武漢統制 武漢加油 這個東西很厲害 死守這個武漢 真是好事 這個是值得 鼓掌 做得好 不要亂走 OK 武漢市裡頭有人留守有人走 昨晚有一對父母帶著兩名小孩坐飛機 有一名的小孩就發燒 工作人員當然是篩檢以後就不讓他上飛機 大人就說 我自己沒有病 我可以上飛機 為什麼那小孩不可以上飛機呢 於是乎就在打滾灑無奶 最後那些乘客換了兩個登機口 這兩名的家長都走去登機口的樹堵塞 警察來到 調停不果 最後這兩個父母真的上了飛機 就把兩個小孩留下了向機場的樹 機場的工作人員只能夠先照顧一男一女的小孩 到底會為這兩名小孩留下多大的陰影呢 果然是夠 神經病 目前你也說 其實那些 接連武漢的高速公佬 很多都已經被堵截了 不少的車輛 都是打回頭 叫他回到武漢 包括那些惡A的車牌 全部都已經不讓他出去武漢市外 根據微博有一個 新經報記者的觀察得所見 他就說 在一些拼車群裏 司機就開始漲價了 100多公里收費800元 甚至乎想帶更多人離開武漢 多名的拼車司機都說 平時拼車每人有80元 現在特殊時期 高速公路已經關閉 只能夠走小道 我想這個拼車 其實等同於白牌車 差不多 每人就付一份錢 坐滿就即開了 現在收錢收到真是貴了 下午 武漢匯羅田包車1800元 接送到位 有需要的請聯繫 1800元一個包車 只能夠走小道 還要不保證你能夠成功離開武漢 這個是 另外有些武漢的旅客 竟然間計劃 經深圳轉車到香港探親 這個是特區政府把關不力 要講清楚 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垃圾政府 因為澳門特區政府 做得非常之好 絕對要為澳門行政長官 賀一誠 來鼓掌 因為真的做得非常之好 這個我們下一節再講 因為這一節不夠時間 只能夠講武漢市裏面的情況 人家真是有執政意志 真是為澳門市民服務 香港特區政府777為首 高級運責官員的班子 請問你做了什麼呢 到現在來說 這個西九高鐵站 依然不敢封閉 武漢也關了 你這幫死產做什麼 人家澳門街 連有多少個湖北省籍 有多少個武漢市籍的人 在澳門生活、居住、旅遊 全部都有統計數據 請問你香港有沒有這個數字 整班垃圾官員 說回這件事 雖然武漢的高鐵站已經關閉了 但是10點才關閉 所以下午陸續依然有旅客 抵達深圳 武漢乘客就說 計劃前往香港探親 在深圳北站 中午過後 就是那些武漢開出的列車 陸續到站 竟然有人 在深圳北站轉車 轉到香港 你說死了嗎 到底你夠膽封閉了嗎 夠膽做少少事 特區政府 完全任由這幫人入境 那架是武漢飛來的 航班也是 有沒有搞錯 任由他入境 又說有八成人 都是轉機 那就死了 還有兩成人留在香港 一架飛機 至少有兩三百人 你這幫死產 有沒有做事 真是離了大譜 澳門街 有做事 協同珠海邊防當局 特區政府 好像是死敢決 這幫人死法溫 真是 到底這幫人出不出糧 每個月頭 打保糧照出事 又不早 離了大譜 真是 死法溫 除了武漢市封城以外 剛好有一個消息 在1月23日凌晨12時開始 武漢市隔壁的黃江市 即赤壁 市區公交長途客運站 將會暫停運營 承鐵站、火車站都會暫時關閉 無特殊原因 市民不要離開市區 黃江市可以說 繼武漢市以後 第二個封城市鎮 除了黃江市以外 其實在武漢隔壁的鄂州市又怎樣 他們亦發出了消息 在今日上午11時20分開始 全市鐵路車站通道暫時關閉 恢復時間的另行通知 換言之 武漢隔壁的鄂州 鄂州在隔壁的河 就是這個黃江 即是這裏連著這三個市 鐵路都停止運作 到底香港特區政府 何時才會 緊握這個新的形勢 來做一些事 連澳門特別行政區都做了那麼多 防疫措施 大家要留意是防疫不是空疫 香港特區政府何時做一些預防措施 不要只有控制 只有控制 即是當香港是沒有染雞籠 自出自 更多外來確診的病例 大家可以預見 如果再不封關的話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